この番組は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せん 不要緊張 露雪是正人音嗎? 不要 起動一個 大家好 我是 小白之路床 開幾月了? 11月了 開拍手 我們終於怎樣? 解脫 解脫了 你快問一下 YA YA 終於解脫了 終於把大家回憶後 弄好 寄出去了 只剩學校自己在那邊慢慢看 好可憐 好棒 其實我們留學業者 大部分就是 走手續以為最重要的東西 沒錯 就是辦手續 辦簽證 對 那我們今天的主題是 今天的主題是 為什麼不要那麼早入境? 為什麼不要那麼早入境? 什麼意思呢? 是同學拿到喜好意 家庭資格 許可 書之類的 你是不是要去辦簽證? 對 然後辦完簽證的時候就很 急著 想要出發 馬上就想出發 所以為什麼 不要那麼提早入境 那我先來問佩一佩 好喔 一年有幾次入學時間? 四次 一月 四月 七月 跟十月 非常好 語言學校會有四種入學期間 那留學簽證有很多個時間點 四次入學會發多場的簽證? 會有幾張? 會 四種 不對 不對 咦? 離職吧 無種 離職 離職吧 哪五種? 第一個 四月入學會有哪兩種? 一年跟兩年 非常好 現在就是員工考的時間 哈哈 四月你會拿到一年跟兩年兩種 然後再來是七月入學 七月入學 七月是多久? 一年九個月 十月入學嗎? 一年六個月 一月入學 一年三個月 好 嗯 所以說假設你現在是四月入學同學 嗯 你有可能拿到這個? 一年或兩年 一年或兩年 那 有一些同學大部分都可能讀半年 或讀一年 這就沒有關係 對啊 可是一年的話 假設你只拿到一年簽證 嗯 那你剛好要去一年 對 假設你一月 一月去 一月是哪多久的簽證 一年三個月 一年三個月 那假設你只需一年 那也是還有三個月的預備期 沒錯 如果時間到了你就算了 嗯 可是呢 重點來了喔 那你就在簽證跟學校沒有關係 簽證跟學校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你知道嗎? 為什麼 你知道他的課程不是四月開學嗎? 嗯 假設是四月開學 他大概就是第二週吧 四月的第二個禮拜 才開始上課 對 所以 課程 假設他是一年的課程 他是從四月的第二個禮拜一路上上上上 上到 三月中 三月一天 對 那是不是就是一整個完整的一個時間嘛 那今天要聊的就是 為什麼不要提早理解 課課為什麼不要提早理解 還沒有開學啊 對啊還沒開學 還沒有開學 假設你 三月十五號去 嗯 或三月二十號去 然後四月 可能可能十號才開學 嗯 你要活生生在那邊待二十天 你要多付一對月的寶組 哈哈哈 不要提早入學是這個原因嗎? 不要 其中一個 第二個 同學們是放完前 假設四月入學的同學 或一月入學的同學 不管 反正你假設四月同學 你四月主義 你是很想要那個三月十幾號 先去玩一波 先玩一波嘛 你會想要玩一波對不對 我強烈的人 強烈的反對 強烈的反對 沒錯 為什麼呢?好 如果假設是四月的話 你的流程大概會是這樣 你通常會在幾月拿到寫後衣 通常是 二月中二月底 通常二月底 抓二月底 假設二月 我一般印象大概是 二四二五 二十幾號 那你是不是剩下沒幾天 對 然後你二月底拿到COE 你第一個步驟要做什麼? 第一個步驟 繳學費 對繳學費 懂嗎? 你要繳學費 然後繳完學費 你是學費然後 像我們是合法公司嘛 你繳學費是繳到學校 沒錯 那學校收到 哇 欸 進帳 入帳 入帳的學校 第二個步驟要做什麼? 記文件 所以學校會 是不是就會把你的正本文件寄過來 正本跟COE 對 所有的正本文件就會寄過來 那些正本文件就是 讓你去辦簽證 沒錯 所以你通常一般來說 比較快的話 大概會在 三月一號左右 其實你很快就繳錢 學校很快就寄給你 然後BHL 或是那種國際會計 FEDEX 或是順風 好超快 三月一號拿到 拿到正本之後 下一個步驟 第三個步驟做什麼? 要去辦簽證 辦簽證 沒錯 那是不是之前 台灣還要那個什麼 拍照 E-mail預約啊 預約啊什麼的 那我再猜啦 明年四月他們不用 應該是不用 應該是不用 我不太確定有可能要 那是不是 假設你也很快就預約到了 你要提早 像我們有很多 就二月禮拜 就剛才給他辦法預約 呵呵呵 這樣你會生氣 學生 學生好急喔 這一次我覺得大家好可愛 他就覺得要來不及 你們的時間 比沒疫情的時候很快 沒疫情 以前沒疫情的時候 大概好像到 三月中吧 你才會辦 對 那好多那種 三月初就弄好了 真的 這一次也讓我們 十月初就弄了 你知道嗎 不是十月初 什麼九月初你弄好 所以 你大概會在三月初 去辦簽證 那辦簽證 一般來說五天嘛 差不多 我就抓四天好 因為還有禮拜六日 對 前面兩個禮拜天 六日後面兩個禮拜六日 中間加五天 九天嘛 我抓九天好了 如果快的話 大家會在 三月十號之前 完成所有簽證手續 也就是你的護照上面會怎樣 貼好你的簽證 辦完簽證就可以怎樣 就可以出發了 對可以出發 所以我可能覺得最近 把四、十月 十月入境的這一批 還有七月入境的這一批 雖然是在疫情期間 可是我們 因為 事務所 什麼都不會 就是快 就是快喔 然後 再辦還是那邊說什麼 不用正本 不用銀本 你入境沒有那張COA 給你試試 就完蛋了 他不是後來有一個折衷方案 好 就是說 假設你辦簽證的時候 沒有COA證本 也可以辦 也可以先去 也可以先去 預約跟辦理 可是你 他你辦的時候 他是不是有跟你講 對 是不是跟你說 你入境的時候 一定要帶著這一張證本 嗯 可是有一些代辦就會說什麼 你看那個什麼證本 你明明 這一些代辦 明明就自己 手腳太慢 嗯 在那邊在講 因為他說 不用COA證本這件事啊 他那時候 之前不是我們 九月初去辦的 全部都要證本 對 是後來 好像九月十幾號嘛 嗯 忽然有通知說 不用證本也可以 明明慢就在那邊 是不是 這種 看破手腳 因為動作慢 還在那邊講理 是不是 我們二十幾號就拿到證本 沒錯 不夠力 因為我們不用講學費 就在講 東西全部都寄了 對 就要放在我們辦公室 這還不能給你而已 對 然後 你講完學費學校 那邊就會放文件 嗯 然後我們就會打電話 同學 你文件大囉 同學 紛紛表示驚訝 真的 老師我不是昨天才講 我不是剛剛講完嗎 看那個 快遞這麼快嗎 有機會管這麼快嗎 你們開天真 早就在辦公室 我們的桌子裡面 沒錯 所以呢 是不是你辦完之後 然後大概三月十號左右 沒錯 大概嘛 你可以入境了 嗯 那同學這時候紛紛表示什麼 同學就是說 老師那我宿舍可不可以提早 對 因為他要幹嘛 他想要趕快先去日本玩 對 他想要去日本提早住 可不可以 可以嗎 可以提早住 那所以同學就會想要改嘛 然後那時候我不是都跟大家說 當然不要激動 不要那麼早進去 那時候 紛紛表示不解 真的 好 那我們可以可以猜猜 為什麼不要那麼早進去 假設你拿到的是 四月剛好只拿到一年的清真 一年幾天 三百六十五天 你知道日本的簽證怎麼算時間的嗎 紛紛是一天天開始 對 就是假設你現在 哇很開心啊 我勒死 真的真的開心 我勒死 然後護照都沒有貼好 啊這樣子想到明天就去 因為現在開放了 大家都會有重心的 我相信你會有重心的 我很可以理解 可是為什麼我不建議呢 因為當你 踏入日本入境的那一刻 他不是蓋印上 沒錯 蓋下去之後 開始倒數三百六十五天 就開始倒數你的簽證了 對 然後假設好 因為通常我如果非常神速 非常快 大概在三月十五號 你就可以入境了 嗯 可是同學就想說 那可以入境 不是很好嗎 可以多玩三個禮拜 嗯 可是他是倒數三百六十五天 就等於說他畢業就 沒辦法跟著大家已經畢業了 所以喔 所以會變成怎樣你知道嗎 他假設三月十五號進去 三百六十五天之後是 幾月幾號 二月中 對二月中 你的課什麼時候結束 三月中 哈哈哈哈哈 你打麻將會出現一種很烹漫的情況 就是 學校課還沒上完 那你 你得離開了 你得離開了 期中考還沒考完的 期中考還沒考啊 對 那去期中考到二月底考 對 所以如果你 可能三月多進去 你大概就二月 從把 三百六十五天時間一到 你就得 搶這裡進 因為你簽證到了啊 除非你轉成短期簽 那又很麻煩 因為你就只剩一個多月 對啊 那如果你四月去 嗯 假設你大概 三月二十八二十九 你是不是到什麼時候 隔一年的三月左右 其實大概是三月初 你其實會有一兩個禮拜 你上到課 對 所以我們會建議說 如果你要完整的把課上完 不要那麼早進去 沒錯 因為 相信我 我知道你很happy 嗯 沒有很急 沒錯 你相信我 你就算是四月一號進去 你學校都還沒分班 真的 你都可以玩 而且你去的第一個月 一定都在玩 真的 真的不及你那一週 因為如果你提早兩週 那你等於是不是 隔年的三月 他假設是三月中上課 嗯 就是 時間是很剛好的 對啊 時間是很剛好的 反而是有一些同學 知道那個 開旬跟分班時間沒那麼早 他會選擇 我覺得這種人比較好 我覺得比較充盈一點 對啊 但實際上沒有什麼差別 一般來說 像同學如果問我說 老師什麼時候可以錄進 你覺得我每次都回家什麼 3月底到4月底 3月29號 嗯 7月是幾號 7月6月29號 6月29號 10月的話 對 9月29號 你只要問我 就是 跟你說前一個月的29號 因為去 你其實大概有一個多禮拜 對啊 然後你們都很擔心那個 伴手機 嗯 你們都太擔心 那東西三天就好了 真的 就三天搞定 好啦 所以同學們不要太緊張 玩都玩得到 沒錯 不查那一個多禮拜 可是你的上課真的會有那個差別 沒錯 好啦 每次結束我們都要跟大家說什麼 請大家訂閱、按讚、小鈴鐺 我們今天聊的是 聊什麼 今天聊 為什麼 不要太長路徑 對 為什麼建議不要太長路徑 最後要跟大家說什麼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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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